隨著醫學進步與出生率降低,香港先天失明的人數已經大大減少 現時有不少人都是因為眼疾、過度勞損、意外和老化而後天失明 由看得見變看得差甚至完全失明 當中不論在生活適應或情緒支援上都需要適切的支援 初初面對視力轉差,如果沒有接受過適當的生活技能、訓練和心理輔導 在日常生活上難免會遇到不少困難 就像這位新失明的朋友細妹一樣 我未失明之前,我自己日常生活都可以做到 自從我患了眼病,眼睛一日蒙過一日 醫生還說我只有一成的視力 我現在怎能照顧自己呢? 你有沒有搞錯?你眼大看過龍嗎? 你都沒辦法走過來的 那我真的看得不清楚 我怎樣做才能讓她知道我是看不到的呢? 現在又要下樓梯了 我很怕會跌倒 又不知道何時下最後一級怎麼辦 細妹呀,我們同事靜家去吃飯 不如你也一起吧 好呀,但我的文件很趕 不如這樣吧 你先做了手頭上文件 之後就打電話給我 我們多開個位置 你記下我的手頭電話號碼 你記住了 喂,我進不了 你可以幫我進嗎? 那也進不了 好吧,我幫你吧 智能電話這麼麻煩 我還是用一些舊式的按鈕電話 視力轉差,日常生活都變得不容易 這是因為一般人都習以為常 以視覺主導生活 其實只要有一些適當的 獨立生活技能訓練和情緒支援 多地練習使用其他感官 例如聽覺、觸覺 以及應用輔助工具 新失明朋友都可以重新上路 獨立生活 處理生活上大大小小的事務 現時有一些社福機構 為新失明人士提供全面的福康培訓 香港失明人協進會就是其中一個 透過社會福利署的資助 協進會在2015年開展與視同行社區支援計劃 為新失明人士提供適切的生活技能訓練 我們的服務包括生活環境適應訓練 透過學習不同的技能 例如手機發聲功能、白手像、點字等 新失明朋友透過這些輔助工具 以及本身自強不適 他們都可以重新適應 視力衰退之後的生活 並且重過有目標、有意義的人生 社區支援服務 我們會為新失明朋友提供外出辦事的支援 讓他們可以無障礙地在社區活動 像舊物、覆診一樣 小組過來人分享 透過過來人的分享 幫助新失明朋友 重新建立支援網絡 讓他們更快地平復心情 並且重新適應生活 照顧者支援 我們的服務除了支援新失明朋友 亦都會幫助他們的照顧者 透過個案輔導或小組活動 照顧者 我們又稱它為護士者 都可以舒緩壓力 亦都學習如何跟新失明朋友相處 只要我反覆練習多幾次 掌握到他的竅門 我一定會做到的 我現在學會了用這支掌 我去哪裡都行 自己一個人都可以了 我不用怕了 我不會讓你打電話 看過他 其實很用力 就會血液 有一點最厲害 我知道白掌可以遇到你了 不好意思 真的是 你的眼睛看得不好 我還想掛念用電話撞到你 我應該多留意路面的情況 小妹,我們不是約了小明去吃T的 不如你幫我打電話給她吧 好啊 Siri,幫我打電話給小明吧 打緊給小明 厲害啊,小妹之前還要我幫忙用電話 現在已經用到這麼純熟了 我學會了用這個電話嘛 我可以很靈活地用的了 如果你知道身邊有朋友 有正面對新失明的困難 請鼓勵他們跟我們聯絡 另外也歡迎有意加入這個計劃 成為義工的朋友 一同協助新失明人士克服生活的新挑戰 歡迎致電276-00100 或讀本會網站 www.hkbu.org.hk 瀏覽更多資料